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爆料 自己在看完刘老根大舞台之后 和刘小光合影并留下联系方式 之后刘小光就开始撩妹了 甚至还让粉丝自己开房 带着伟哥找他 包扎君还很单纯并不动 反正画面各位自行想象 这可不是粉丝故意讹赵四 在爆料视频中赵四和这位女粉丝聊天语音也曝光了 依旧是赵四那熟悉的嗓音 但是语音的尺度简直不能再大 各种老大叔撩妹的节奏 除了出轨女粉丝外 赵四还把女粉丝给坑了 在赵四和儿子做直播的时候 为了网友能多刷礼物打赏 赵四就让女粉丝当托带头打赏 一打赏就杀不住车了 几次直播就刷了将近三万 但是等女粉丝急事需要钱让赵四还钱的时候 赵四竟然把他拉黑了 这是骗了色又骗财的节奏 停不下来呀 后来女粉丝在沟通没结果之后 一气之下就把赵四给爆出来了 整个事件的狗血程度不能再累人 所以一曝光就迅速登上热搜榜 有不少单身男屌丝网友们留言表示 看来是时候找个女朋友了 上周花儿与上年新一集开播了 虽然旅程还不算真正的开始 但是观众们还是先被狠狠地撒了一把狗粮 尤其是景博然妮妮吻眠的一幕 天哪路把老夫八二年的狗粮拿来 另外这期花哨的一个小看点是 上一季的宁静机场送行 一双闪下眼的银色靴子 一下称霸全场 也让不少花哨粉想起来上一季静姐的各种霸气 但速就在节目播出不久 静姐就发了条微博一次怼上了花哨 微博称 机体生活就是拼演技多少而已 还配上了一张花团锦束的照片 一次回应华尔宇少年三开播 回想上一季花哨 静姐也是一直耿直 就是因为难搞 也是惹恼了不少同行的女星 最后节目 另一个女星也是任无可忍 终于爆发和静姐撕了起来 当然了 为了营造一片和谐的姐妹情深 这些真思情节最后还是被节目给和谐了 播出的时候 这段理所当然被删掉了 还真应了一句话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不过还是很多网友表示 耿直直伏宁静 表示社会我静姐 就喜欢你这么实诚 最近同样上热搜的是谢娜和张杰 导火索就是献献的网友们发现 谢娜把和张杰秀恩爱的那些微博都给删了 于是网友们迅速反应 跑到娱乐圈纪委卓伟大大的微博打赏地问 谢娜张杰是不是感情出问题了 为啥谢娜突然删光了关于张杰的微博 难道又要让不少网友不相信爱情了 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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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疑问 卓伟大大也是直接回答了网友 目前两人在成都 但是谁也联系不上 目测是要出事的节奏 就在网友们感叹娱乐圈 又一对曾经的模范倒下的时候 谢娜站出来发声了 谢娜在微博发文 一次回应卓伟和网友对自己感情生活的质疑 请不要打着爱的名义 造谣和干涉我们的私生活 攻击我可以 但绝不允许牵扯家人 更不能接受造谣攻击 一路以来支持帮助我们的老师和朋友 以后我也不会再公开分享 任何与感情有关的事情 因为看到某些言论 真的很难过 今天录快乐大本营 祝大家天天好心情 不少网友看到回应也就放心了 并表示 周围你看看 人家好着呢 打脸不 不少明星是想尽办法 搞事搞事搞事上头条 也没见翻出个什么浪花 但是 都在热搜气质的范爷 不管干个什么就分分钟上热搜 这不 最近又占据了 各大娱乐版头条 这季70届刚那国际电影节 马上就在5月份举行了 有消息称 范爷将出任主竞赛单元评委 要知道 可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成评委的 厉害了我的范爷 但是截至目前 范爷那边还并未回应 成为评委的事 按照往年惯例 嘎那电影节也会在近期公布 主竞赛单元评委名单 到时候 咱们就坐等范爷出现在名单里吧 另外 在范冰冰之前 舒淇 张曼玉 张子怡 杨子琼 巩丽五位华人女演员 都曾担任过嘎那主竞赛单元的评委 这五位可是中国影视界 像当当的代表人物 看来 范爷也即将接过中国电影界的大旗 成为女心中的扛把子了 回想一下范爷以往在红毯上的霸气造型 不仅国内媒体争相报道 外媒也是分分钟把范爷送上头条 就为那些想尽办法蹭红毯的小花们 服不服我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